翻覆的龍舟在大型吊車的協助下順利的扶正 工人趕緊查看龍舟的船體有沒有受損 就在上午10點多中 一艘由環保局組成的龍舟隊伍 船上22名選手正在練習奪標時 因為太力颱風來襲 漁船紛紛進港避風 舵手為了閃躲一艘迎面而來的漁船時 因為幅度過大 突然離心力的作用 讓龍舟失去了平衡當場翻覆 在現場總共有兩艘個救生艇 就趕快趕到現場 一到現場的時候 先問有沒有人 還在受困在翻覆的龍舟內 它轉彎的時候太快 然後造成了這個重心的不穩 那所以稍微船就翻了 最重要的還是在人為操作上 我們還是要再強調 要要求所有練習的這些隊伍 務必要遵守 所幸當時22名選手都有依照規定穿著救生衣 消防隊及海巡人員也協助將選手救起 不受到這起龍舟翻覆的影響 海面上選手繼續練習 但因為颱風來襲 八斗子漁港的漁船今天陸續回港 選手們冒險在航道上練習 出現了不少龍舟跟漁船擦肩而過的驚險畫面 如果他們真的要進出船呢 我們有兩個措施 第一個就是說只要他們有三艘五艘的船要進港出港 我們就停止比賽 然後讓漁船優先來進出 那我們在比賽的過程裡面 如果說他們剛好有船要進來 那海巡署會請他們先暫時停一下 這個當中相差的 他們多停留了大概五分鐘八分鐘 今年的基隆龍舟賽遇上了太力颱風來攪局 選手練習時還要注意到進港的船隻 顯得格外的辛苦 主辦單位和消防局及海巡單位也是全程戒備 在人船安全考量下 希望讓一年一度舉辦的龍舟賽事 能夠臨事故圓滿順利 記者黃紹明採訪報導